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么包括在职场沟通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第二个呢 简单说一下 如果大家工作以后你肯定有一个上司 或者我们叫主管或者叫领导或者叫老大 总之呢 你跟他怎么样来进行相处 怎么沟通 他才会认可你喜欢你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我简单跟大家探讨一下 我个人对职业生涯的一些简单的一些想法和反思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大概讲这样的三个话题的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那么先来看一下 假设给沟通下一个定义的话 什么叫沟通呢 我这里面也用了一个例子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里面呢 这个是一个QQ聊天记录 这个网名叫追亲无名的呢 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是当时呢 他是在北京家外包公司叫西红卢 做技术经理 那也是北京比较有名的一家外包公司 那当年呢 他们也招了一些PV程序员 我就推荐了咱们24期的几个同学给他 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他在网上给我发的一些QQ的聊天记录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想给大家展示的就是 一个具有职业素养的一个工作经验几年的PV程序员 跟一个职场的新人 他在沟通方面 你会看到有多么巨大的差别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看第一段 他在网上跟我讲啊 他说这个我推荐给他的24期的学生 他通知了八个人面试 面试来了四个人 确定适用一人 还有一个呢 人力资源部门在考虑 最晚明天就可以给出结果 这一段是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在沟通的过程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叫什么呢 叫反馈 叫反馈 执行力是指你按时按时按时按量的完成任务 这叫执行力 按时按时按量的完成任务 这叫执行力 这当然也是未来你们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能力 叫执行力 按时按时按量的完成任务 但是在这个前提下 领导交给你一个任务 你做完了是不是应该马上告诉他 你做的过程里面 每个阶段的进度有问题的话 是不是应该赶紧反馈给他 你知道最可怕的程序员是什么吗 小王这个事情一周做完 做到第六天 小王做怎么样 老大我做不出来 还剩一天马上要到第七天了 你告诉我你做不出来 你早干什么去 这种程序员不开你 开谁啊 你应该怎么做啊 一周做完 第一天给老大发一个邮件 这个事情进展是怎么样的 自己能不能如期完成 需不需要协助 第二天第三天 如果我是新务职的 我每天都给他发一个邮件 汇报我的进度 他每天知道我在做什么 在搞什么鬼 这个事情可不可以交给我 需不需要安排别人来协助 或者来教我一下 他就比较放心吧 最可怕的程序员就是到你七天完成 第七天告老大老大做不出来 人家想砍死你的心都有了 所以这个叫反馈 非常的重要 这个已经五点四十二分 他们公司五点半下班 但是他知道我很在意这个结果 所以他下班以后 赶紧还是在QQ上告诉我 这个事情结果是怎么样的 我就非常放心了 你知道咱们兄弟联合作的企业里面 不是每家企业都能做到这个样子的 绝大多数企业 都给咱们的就业老师去联系那家企业 我们同学去面试怎么样呢 刚刚怎么样 那几个同学没成功呢 你有空或者能帮忙告诉我们什么原因吗 然后得到信息以后 再跟咱们面试失败的同学沟通 你面试的时候下次要注意什么问题 都得是我们主动去联系这个企业 真正的一个企业 就算工作几年的这个人员 有这样的素养的人 都不是很多的 但我希望咱们每个同学都有 记住反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建议大家养成一个习惯 收到别人给你的一个手机短信 收到别人发给你的一封电子邮件 收到别人给你的一个QQ留言 给人家一个回复 很多人收到短信告诉你件事 看完短信 知道了 把手机装兜了 给你发短信的人 怎么会知道你知道了呢 人家又没有心灵感应 你是不是应该给他回个短信 说好的呀 人家知道 这事你知道了 我尽量养成一个习惯 别人给我发的事情 如果很重要的话 我一定要给他回复 哪怕只有两个字就好的 我尽量做到这一点 只要你能做到这一点 至少在生活里面 人家觉得你很靠谱 在工作中 人家觉得你可以信任 这是我想跟大家讲的第一点 第二个他讲啊 他说有两个同学啊 沟通不太给力 有两个同学沟通不太给力 他说好像很紧张 这个很糟糕的 我之前在职场礼仪的时候 跟大家讲过 记住 沟通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什么叫正确的态度 我简单解释一下 去面试的时候 别弄得跟审讯过堂一样 好像审犯人一样 因为面试的时候是一个双向选择 很多同学去了以后 就觉得他在决定要不要我 这是不对的 这种沟通的态度是不对的 你去面试的时候 人家问你对未来发展有什么想法 大谈特谈自己的个人理想 这也是不对的 因为人家是希望你跟公司一起成长 跟客户沟通的时候就想 哎呀 客户做这项目 我怎么简单 我怎么来 我管他要的东西 是不是这个样子 这种态度是不对的 因为是要双赢的 对吧 所以说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结果你去面试的时候 紧张的安春一样 完蛋了 我之前跟大家讲 紧张会带来什么猜测 第一个 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呢 你可能自己觉得你不能胜任 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没有底气 所以你到那儿呢 你就比较紧张 对吧 或者是呢 你简历造假 你回答了问题有虚假成分 你心虚 你就紧张 不管这是哪一个猜测 你这次面试就完蛋了 你知道吗 你就完蛋 咱们这两个同学确实就没成功 就是因为看到那儿以后 非常的紧张 根本就发挥不出来自己的水平 同时让人家可能有 刚才我说的这两种猜测 所以记住沟通的时候 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包括以后跟你的上司 沟通的过程里面 你不能全是服从 全是迁就 谁喜欢一个唯唯能诺的下属 谁喜欢一个完全是言评寄存的下属 一点自己的想法和创意都没有 哪个主管喜欢这样的人 记住你们是合作 是共识的关系 你要发挥你的想象力和创作力 我们这个程序员 最重要的不就是这儿吗 而不是这个呀 成天哪儿皮疙瓦 敲台马有意义吗 最重要的是咱们的智慧 这个很关键的 所以这是我想给大家讲的第二点 正确的沟通态度 第三个 这里面呢 他讲了这样一个事情 他说呀 这个咱们学生呢 如果觉得哪家公司不好 打个电话说一下不来了 别人间蒸发了 这什么意思 通知了八人 面试来了四人 剩下四个跑到哪里去了 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个事情 记住在任何人际交往里面 在职场里面 一个基本的东西 甚至在沟通里面 基本的一个东西 叫做诚信 什么叫诚信啊 我简单的解释一下 我个人认为的诚信就是 答应了别人就要做到 如果觉得做不到 就尽量别答应 如果答应了还做不到 这也正常 有特殊情况 就提前告诉人家 我觉得这就是诚信 我再说一遍 答应别人的就尽量做到 做不到的就别请你答应 答应了如果还做不到 提前告诉人家 这就是诚信 但是不能答应人家了 我去面试 回头人不出现 连个电话也没有 人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就很可怕了 所以千万记住这一点 但这是很久以前 发生的事情了 咱们现在兄弟连的学员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 有一个诚信 其实那天呢 我这个兄弟周边很生气了 因为他们公司约面试 一个每个人是半个小时 其中有的人11点到11点半 有的人11点半到12点 那么他们这个中间呢 公司有一个很 很这样的一个人性化的 一个事情就是 11点以后去面试的 不管你面试成不成功 因为你信任我们公司 你来面试了 那么我们都给你安排一个工作餐 结果那天咱们没去的同学呢 11点的没去 11点半的也没去 那天周边自己干掉三个伙伴 非常的郁闷的 我相信他肯定不太愉快的 那么所以说呀 这是大家特别要注意的一个事情 诚信 是沟通的一个基础 最后一点 注意看他的用词 下次您受累告诉您学生 你知道如果有的企业出现这种情况 他不会这样讲的 他会打个电话过来说 你们兄弟连搞什么鬼 你们学生根本就不行 一点诚信都没有 我们会怎么讲呢 我们总不能说 我们青年的学员没诚信吗 我们说 那学生就是有特殊情况 等等等等 然后大家就谈得很不愉快 之后再没有合作了 这种事情又不是没发生过呢 很糟糕的 但是你看到周边 他虽然那天后来我们喝酒的时候 他说那天他很不爽 但是你看他的用词 下次您受累告诉您学生 他一这样讲 我就很惭愧了 我就赶紧给他道歉 我说是我们不对 那我赶紧问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然后你多包含了等等 我就只能这样讲 大家现在还是很好的哥们 我们还保持很好的合作 所以记住 任何沟通 如果你想解决问题 要以友善的态度开始 任何沟通 如果你想解决问题 要以友善的态度开始 吵架 发飙 生气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只会让这个事情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无法解决 所以你看 这就是一个有几年工作经验的PV程序员 他跟一个刚从大学进入社会的人 就是不一样的 不仅在技术上面 在沟通的方式方法上面 都是不一样的 我想通过这个例子 就给大家说明这个事情 这就是有工作经验 和没有工作经验 最本质的区别 而不是像大家想象那样 只是技术上 好像有的人强一点 有的人弱一点 你错了 其实在各个方面都会不一样 这是为什么咱们今天要做这次课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好 咱们看一下沟通这个概念 那么这里面 我先简单的说一下 在沟通这个事情上 我念一下这个事情 沟通如果给它下一个定义 沟通就是为了实现设定的目标 把信息思想和情感 在个人或群体间传递 并达成共同协议的过程 这里面有三个重点 我们标了一下红色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设定的目标 第一个设定的目标 非常的重要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认识小光老师的 小光老师如果跟在座某位同学沟通过 记住他在做事情的时候的特点 他一般跟你们聊天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是 我今天找你的目的是 这就是设定的目标 开门见山说出来 咱们要解决什么问题 有的人在职场不是这样沟通的 你知道是怎么做的吗 两个人早在一起 开始聊 哎呀今天春节联合好会儿看了吗 然后那个谁表演 他怎么弄这样了 一顿闲聊 闲聊15分钟 然后开始说正题 这是不对的 这不叫沟通 这叫闲聊 而且沟通是没有随便的 不能说咱俩随便沟通 沟通有目标的 怎么能随便呢 所以一个有工作效率的人 一般来讲跟你沟通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是 我找你的目的是 我们今天要谈的事情是 总之就是要有一个设定的目标 非常的关键 非常的关键 第二个 要达成共同的协议 就是要有个结果 在座同学有跟小光老师聊个天的 他如果找你谈一个事情 最后有没有结果 一定会有的 这个结果不管你喜不喜欢 一定会有的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小光老师如果找大家找哪个同学 聊完了以后说 哎呀今天没结果算了 明天我再这样聊吧 类似的 多少个同学啊 咱们能这样沟通过来吗 不可能的呀 沟通效率一个体现 就是最后能够达成结果 有共同的协议 这事大家都认 最后有一个结果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所以首先你要想明白 你做事情的时候 你在做任何一次沟通的时候 目标是什么 你期望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很重要 很多人觉得买书是一个结果 这是不对的 买书只是这个 其中的一个前期的一个步骤 最重要的是 这本书中的知识 能不能学会 这是设定的目标 对吧 然后过了多长时间 你在检讨结果怎么样吗 很关键的 想明白这两个事情 但是从目标到结果 从目标到共同协议 这个中间怎么能够达成 那需要传递很多的东西 就包括了信息思想和情感 这些方面 举个例子 信息是最好传递的 比如说咱们 这个周老师通知大家说 咱们今天下午有这样次的交流 信息传递多容易 已经完事了 大家都知道了 今天下午两点 有这样的一些一次交流 可以了 最难的是什么呢 思想和情感是最难传递的 思想和情感是最难传递的 举个例子 托尔斯泰曾经讲过一段话 特别有意思 他说这个世界上 最难的事情有两个 第一个呢 是把别人的钱 从他的兜里抛出来 放到自己兜里 这事比较难了 有的人就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就去偷 就去抢 还有件事比较难的 是把自己的思想拿出来 让别人能够接受 摆在他的脑袋里面 从你脑袋拿出来 摆到他的脑袋里面 这事很难接受 我之前看一个数据说 去年那北京 不是北京 是全中国呀 有两百万对夫妻 两百多万对夫妻离婚 四百多万人玩离婚呢 什么意思 四百多万人相互之间 夫妻之间 没有办法接受 对方的思想 所以大家就不过了 那么这个是思想和情感的沟通 是非常难的 但有一天你记住 你一定会同时做两件 世界上最难的事 你要做的这件最难的事 就是你作为程序员 有天作为技术主管 作为项目经理 作为技术总监 甚至是作为架构师 或者自己当一个小老板的时候 你记住 你要同时做这两件最难的事 咱们去做项目的时候 或者是做产品的时候 到底你的客户 你的用户 能不能接受你的思想 接受完你的思想 他才能够把钱 从他的兜里面掏出来 放在你的兜里面 你要同时做这两件事情 你就是要做这两件事情 所以记住 这是一个沟通里面 三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三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我记得这个职场里面 有一个沟通 是最容易做不好的 就是开会 开会很可怕 有工作经验的同学 应该有感受 在很多公司开会 一开开很久 以前我就知道 一个名词叫做文山会海 我以为就国企是这样的 后来我在一家 台湾企业 没想到也是这样 我们那时候主管 每个周六开会 原定上午三个小时 结果一开会经常跑题 没有人控制会场 有的问题 讨论来讨论去 没有结果 上午没开完 到快点一点了 然后总裁还很生气 这帮兔崽子 算了 老子管你们弄工作餐吧 吃完了 河饭下午接着开 开到晚上七点 还没开完 那总裁就说 这次不管你们发了 都回家去吧 明天继续来 我的天哪 我们又没那么喜欢开会 但是就是因为 没有设定的目标 明确的设定目标没有 结果最后的结果 也很很 也迟迟不出现 这种沟通 就变得非常的 消耗人的经历 其实这三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感谢观看